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我们的财团法人二重港 侯氏宗池董事侯氏惠老师来为我们进行今天的讲座 今天我们来到了第六集 追击玄奘大师回到了中国 开始了石破天津的《易经大业》 导读之后侯老师将为我们带来专题演讲 生命特极件不是实相为何网渡人生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侯老师 谢谢大家 基本上这是疫情的大家共业没办法 共业中的别业该做的生活日常生活还是要做 今天我们讲这个题目 我觉得很有意义玄壮的文化千年路 等一下我们要讲的是生命特极件 不是实相为何网渡人生 我们一样一样来说 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切入 因为玄奘菩萨他懂得太多了 那所以我看从各个角度来介绍 大家比较有趣味性 好 我们开始来做这个导读 那导读呢 翻译的话很重要的是信达雅 那其中有一部分是音译 那音译就是因为他可能含义 在我们中土文化汉文里面 没办法很完整的显示出来 所以这个语言的能力就变成很重要 那玄奘菩萨算是很厉害 他要到天主之前在长安 他就开始学习这些外来的语言 包括他经过这个西域 西域之 那个地方就在新疆阿富汗这个地方 那时候那些语言都要学习一点 所以我们从这个部分来切入 那很欢迎大家来到文化古城 我们台南古城 以前我们台南人都认为说 我们这边人跟人家不一样 小时候 我们阿嬷你知道吧 都说高雄 有关于抄地所在 我说没有啊 我们也很乡下 他说没有没有 我们不一样 他们老一辈 他们的想法 讲法是跟我们不一样的 那现在因为台湾各地都已经发展起来 所以相对就没有这种感觉 没有这个抚承的感觉 这个抚承这两个字也看不太出来 那我们今天从语言这方面来切入 你要知道古代的人他是讲什么的语言 那这个在佛经里面都可以显示出来 等一下都会引证给大家知道 所以我们可以跟古人对话 用同样的语言跟他对话 那这个台南人这个语言 是保存的最完整 而且最正宗的 讲价格 这个我们现在念都是 12345678910 就是现在的语言 那你知道唐朝的语言是什么吗 12345678910 有没有 大家应该就回忆起来了 那日本呢 现在就一几年有没有 都是唐朝这个语言 从这边来开始 那汉朝的音他是怎么念呢 我念了大家都会马上知道 这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有没有常在用 都有都有 所以这个语言的东西 在这个宗教的传承里面是很清楚的 大家搞不清楚 跟大家会用这个古老的记忆 好那介绍一下这个 和洛化 和洛化就是汉朝官方的语言 那他的字呢 是汉字 那汉人讲汉字 当然就是汉音 就是他也语音 语言 语言的音 那这个唐音 就是到唐朝的时候 唐朝的时候 那个皇帝讲什么话 你要讲我的头 你要跟我听得懂吗 所以那时候官方语言 就是唐音 那等一下会介绍 为什么会这样演变呢 这唐朝的官话 那是汉字呢 因为五胡乱华之后呢 胡人讲汉音 他会有一个腔调 所以就变了 小三经各省的话 在讲我们这个 现在北京话 是不是都会有腔调 其实台南人会有腔调 台北也有腔调 那如果外省的话 腔调又更浓 所以那时候是五胡乱华之后 随唐的时候统一天下 所以那时候的音呢 在东晋之后呢 就开始用胡人的音 那因为呢 统一全中国的是北方 就是隋朝 唐朝都是在北方 那东晋呢 那时候是偏安到江南来了 所以北方的这些语言已经变了 变成唐朝音 就是胡人讲的汉语 那这个就以后变成读音 读音就是读书 因为有科技的问题 后面会讲到 隋朝有科技 然后到唐朝开始 尤其到宋朝 当官百分之百要科技 那他标准的官话 就是已经用唐朝的官话了 所以 现在我们台语 把两个音通通纳入 纳入的话就混合使用 那时候新的名词 都是用唐音 那一般的语言就用和洛话 那北京话呢 是现代的语言 那这个语言是清朝的官话 那满洲人呢 他讲唐音 他会有一个腔调 所以外国人说是满大人话 你们懂英文的话就知道 那这个呢 就是现在的北京话 那这个语言跟政权有关系 那原来的政权是什么语言 那后面的人会继续沿用 腔调走一点走一点 就走掉而已 那基本那个腔调还是在的 像刚刚那个 子 他的头像是子 这辰音是不是很接近 对 松 由Les 一 Zel 什么又很接近 对啊 他是这样演变的 那从一个一就好 我们的合作会叫金马 到唐朝的时候变成一 到满清的时候讲唐朝的以外就变成一 那个是有一个连贯性 等一下会跟大家证明 那下一个我们就开始来讲台南地区这个历史 所以大家 这个是台湾文水馆 所以来这边介绍一下我们台南 那这个郑成功 郑成功在1661年来 那这个刚好我的祖先 我是二重港佛寺宗祠 那他登陆的地方 他后勤补给比较早到 我们佛寺祖先是 郑成功的补给 等于副司令副将 那就登陆在二重港的东边 就登陆在哪 是农历三月十一 三月十一 所以呢现在三百多年来 每一年都一定要到那边去祭祀 就饮水食言从那边登陆的 这个是现在 就是在祭奠登陆的时间 那郑成功到路尔门这边 因为要等到潮水 所以就比较慢一点 我们二重港北门是在台南的北边 所以叫北门 北边的门户 所以我们那边比较早登陆 那从这个时间来算 1661有15年 到现在2022年 大概是360年 三百六十一 刚好是六个甲子 很有意义 今天来讲这个 觉得彼民之中也是 你看啊 那个郑成功那时候还很帅 郑成功39岁 39岁就知道 因为水土不服 他来了一年 那个台湾这边的气候 跟他故乡 郑成功跟我同样是南安人 南安 我们从小就背祖谱 我国小的时候 把他就叫我背祖谱 祖谱一定要背起来 福建姓 专丘府 南安官 十八都 老头兄 所以那时候开放探亲的时候 79年 1990年 我就跑回去南安去找 还没有找到 还真的找到 好 这个很有趣 所以后来的祖谱 我是从我们现代做到宋代 祖谱都是全部我做的 而且是用电脑程式下去做 三万多笔资料 大概现在 以前用dose 现在用window 大概不到五秒钟就跑完了 所以现在速度很快 这个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 那这个玄状跟我们台南特别有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台南有一个南昆森的戴天虎 李鲁千岁 大翁亚 叫做李大亮 等一下往后看你就知道 这个有一段故事在 那唐宣壮呢 在跟李大亮 在唐朝的时候 他们两个就有交集 所以这个有福报的人 他会相辅相成 不管是曾上演或是逆生上演 都是角色扮演 来 再看这个就 那这个南昆森庙呢 在我们北门这边 它是台湾王爷总庙 以前整个台湾地区 所有的庙都是他管辖 那他六十年就出行一次 全省的 全省 所以他这个庙呢 等于说民间的这个庙 以前都是他 但是现在就不一样呢 有的各搞各的 以前不是 全省都是属于他管辖的 他的地大概二十五公顷 停车场 停车场不算二十五公顷 规模非常大 然后游客 乡客大概一年 观光级统计大概一千多万人 有一千多万人 大家可能不知道 那这个呢 前面是我们不见地区的习俗 经廟后西 前面是庙 后面就是寺 供奉呢 观世音菩萨 文殊普贤 我们这边的庙叫经廟后西 那以前呢 这个在管理这个呢 都是出家众在管理 以前都是这样 很奇怪哦 这个 我们这个地区都是这样 所以严格说起来这个王爷的庙 它不是宗教 它是一个民间信仰 所以大行就摆 你能够保护 它就给你摆 那这个南昆森 王爷总庙 这个在全省 为什么这么有名呢 它有国印签 你知道吗 它每年正月初一 都抽一支签 国印 准确度百分之百 没有一次不准 它一年只抽一支签 像今年哦 非常准确哦 有兴趣上网去看一下 很好玩哦 好 那下一个 这个南昆森的主神呢 他的诸行 就是乙大量 大家都叫他亲 叫他大王娘嘛 那这个是 听说啦 听说啦 有的人说他 修行得不错 就已经进一步再修禅定了 但是我没有神通我不知道 但是据说啦 这个有定力的人去参观一下 看看是不是这样 去研证一下 我不是很清楚 那这个呢 唐玄壮呢 去西天竺取经的 正观三年内 就在六二九 西元六二九 那李大量呢 那个时候呢 是在当梁州都督 梁州都督就是 你要出中途呢 一定要经过 现在的甘肃 一门关嘛 那甘肃古代叫梁州 那梁州都督 等于他那个地区的司令 司令官 他在任期呢 是在六二七到六三四 所以呢 唐玄壮呢 出关是不是 露在他手里 他在第二年啦 所以你说看电影呢 有一个叫 大唐玄壮 他就有一个情节 就是这个李大量呢 跟唐玄壮的对话 被他抓回来 那个很好玩喔 因为有版权的问题 所以不能引用 那个 那个 那个谁啊 玄壮菩萨 是谁在主演呢 好像是黄晓琳 那个帅哥 有没有 耶 不错 有空上网去看看喔 那里面呢 有一句话 这个李大量就说 本都 李大量 奉皇上旨意 镇守 有没有 梁州 就跟他有一个对话啦 所以他们这个有因缘 后来你看两个人发展都不错啊 唐玄壮 以佛教是第一位 就是什么 为氏正量最高的 所以那个是 很高的地位 然后这个神的部分呢 台湾呢 排第一的 还是李大量啊 所以 以前他出神到哪一个地方 哪一个地方的 所有的庙 通通要接受他的管理 所以那个 早期是很严格 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正况 那我们现在就 开始要了解呢 因为现在要讲千年的这些文化嘛 所以喔 这个历史上要大概知道一下 尤其比较着重的 就是语言的部分 比如说呢 演的不说 我们从最 现在的信实 就是有信 比较有 能够征信的 这个 从西州开始 西州 然后东州就春秋战国呢 这些官方呢 一直缘细 语言变化不大 因为你看啊 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时候 秦始皇本来就是周朝的 一个诸侯而已嘛 所以他一定跟皇帝要讲官话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语言是一样的 然后汉朝呢 刘邦 萧和 他们本身就是秦朝的官吏嘛 刘邦是当庭长嘛 他一定会官话嘛 然后萧和呢 也是县里面配县的官员 所以他们这个语言呢 都是没有变 都没有变 一直到呢 西晋的时候 这个 曹操的魏朝 到司马仪的西晋呢 到东晋 这边呢 全部都是讲汉语 那汉语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和乐为啦 和乐在哪里 就是洛阳 洛阳 所以又叫洛阳正音 洛阳雅音 所以那这 从这边一直到唐朝 因为唐朝比较强盛 所以我们这边把它隔开 你看这边 两个一厢家呢 从西元前1110年 到这个600年 那的和乐化是官方语言呢 每个音都有字 那个有1700多年 那为什么后来变成 对不起来 因为唐朝太强盛了 他统治的这边 你看啊 从600多一直到明朝 都是讲唐朝的语言 因为科技的问题 大家一定要随他的语言 要不然你考不上 所以你看啊 这边唐语就变成很强 很强之后呢 这个和乐为的民间 在这讲的 跟文字就脱节了 这后面会讲到 那到清朝呢 这个满清呢 努尔哈寺本来就是在 李承梁 走下做事 行走 所以你看他也会唐语 但是唐语不标准 但最起码认真听还是听得懂 所以从满清之后呢 就是民朝灭亡之后 1640年之后 就讲我们现代的语言 好 这个大致这边讲比较久一点 那后面这边 那我们看看各朝代 它是怎么讲呢 和乐化 和乐化就是我们的台语的语音 那这个语音呢 四十五经 四十五经是什么 四十五经是在什么时候呢 四十五经 是不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 孔子是春秋战国嘛 在东周那边 所以四十五经呢 是用那时候的白话文写的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读不懂 这叫做文言文 那你如果会讲和乐化呢 那你看那个 孔子 孟子他们的对话 你就觉得很好玩 孔子啊 我们说这是空柱啊 这是什么 这是东条音吗 那请问啊 如果我们和乐化怎么说 孔子这两个字呢 空啊 有很清晰吗 子路 子油 就是 阿路啊 阿油啊 我们大家是不是现在都在讲 桌子 椅子是不是 都阿油啊 对啊 都有啊 所以 你如果会和乐化 你现在看四十五经 解决很多问题 这个你看 然后你看曹操啊 曹操文水很好啊 曹子健啊 我们看了 哇这个很配合啊 曹子健啊 曹子健台语啊 哲阿健 阿健啊 对不对 我们现在台南人常常在用的啦 这个都是我们的 那关公啊 朱哥亮啊 他们吵架的话 讲的也是咱进了和乐围啊 对啊 都有啊 都有啊 所以你看 这些语言的时候很好啊 那看佛经法翻译 在揪摩罗蛇那个时候呢 他是五胡乱华过来 但是五胡乱华那时候没有全部统一 所以有大部分的地区呢 讲的是和乐化 所以揪摩罗蛇翻译的东西呢 都是和乐化 等一下我会举证 所以呢 我们今天念什么金刚经啊 观世音菩萨 普明品啊 庙法 莲花经啊 奥米陀经啊 都是用和乐化 都是用和乐化 那宗教要传承呢 绝对不会跟你写文言文 让你读不懂 一定要让你一读就懂 那因为我们现在呢 已经用用现在北京话在读 所以就觉得有些话不懂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好 那你看啊 禅宗公案 禅宗最流行的就是唐朝跟宋朝 那唐朝民 官方是讲唐语啊 民间呢 都是讲和乐化 所以你看看啊 这个禅宗公案呢 记得邻居玉弦哦 邻居宗最强盛嘛 邻居玉弦破产的时候 对他的师傅讲一句什么啊 他的师傅是黄破禅师嘛 他说黄破无兜子 黄破无兜子 你现在看不懂嘛 来我跟你翻译 合得我一边说 嗯贴 无罪啦 多嘛 罪就嘛 多少就罪就啊 没罪 意思说哦 他的师傅不够儿儿而已啦 你看这个邻居法 哪有贴 但是因为这样啊 所以他的法就跟人民很亲切啊 所以你看现在都是邻居宗啊 百分之九十几的 现在的禅宗 都是邻居宗 所以这个也有他的好处 在逢传的话 反而他逢传的最广 然后呢 唐朝的时候有唐诗 有宋词呢 那个时候呢 都是为了科技当官啊 这些都是当官啊 苏东坡啦 李白啦 他们用的呢 都是唐音 所以你如果现在呢 在念这个唐诗呢 如果没有押韵 用现在话 来念北京话 没有押韵 你用闽南语保证押韵 所以你如果听到的是破音词 以前有破音词 现在就没有了 像鼓姬 现在反正滑姬 对不对 那鼓呢 鼓是不是 那个滑是不是 骨头的鼓 台语说 不倒 是不是鼓 那个音都没有跑掉啊 所以造字那时候是造 我们现在在讲的合得为 这是没有错 绝对没有错 好那后面会讲 那如果是清宫剂啦 现在讲的黄鹅良啦 那这个就台语的 安女嘛 我们说阿咪豆腐 他们说阿咪豆腐嘛 有没有 对啊 那个就音跑错了 R152 那个AEIOU 那个是母音嘛 全世界的人类 都是这个五个母音 好 所以你看啊 你在观察中间 黄鹅良 你会搞不清楚 我会跟你说 奉帝嘛 要叫阿娘嘛 对不对 就是这样 然后墨匠渣有没有 就是墨匠渣啦 古代没有说又 丁兵丁重 就是说渣 我渣就已经在这边了 所以渣 渣他们就变成 这个这个满洲人类 就讲这个渣 有没有 音就跑掉了 好 跟人家这样 然后我们现在 再回来讲这个 我们这个千年宗教 可以传承历代的文化记忆 为什么 现在世界的宗教 动不动都是上 一千年两千年啊 有没有 对啊 各个有名的宗教 佛教 道教 基督教 鬼教 乃至其他犹太教 他们都是传承起见 那经过各个朝代 对不对 经过各种不同的语言嘛 但是呢 这个经典的东西 有没有变 没有变 尤其是中途 因为我们这个字呢 是单独有意义 你要读什么音都没关系 所以你看啊 那汉字 日本人有没有拿我们的汉字去用 有啊 但是他读音不一样 读音有没有一样 一样啊 我国小的时候 都看我那个二哥 跟日本的女朋友在水信 我要看得懂 因为有很多汉字嘛 对不对 当然不是百分之百懂 这个很好玩 那这个佛教的语经 这个一定用当代的语言译嘛 对不对 但是那个字没有变 你要怎么读都没关系 所以我们这个汉字呢 有一个很好 各个朝代 一千多年的意思 到现在有没有变 都没有变 那你读音不一样没关系 你怎么读都没关系 所以这个 好 那我们想要寻找这个古老语言呢 你要从和肉化的印记啊 那和肉化印记 说要想这样的就是台南人啊 对不 对啊 真的说 所以台南人也很辛苦呢 从小就要随三种语言 你知道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个保留的最完整的 好 这个慢慢来看 从这个教度来说 你看我们现在讲话 是不是跟古代这些人呢 是不是同一个鼻孔出去 有没有 讲的都一样啊 现在如果我们穿越时空 对不对 你跟曹操讲话 他绝对听得懂 你也听得懂 对不对 这个很奇妙 语言的东西 懂得越多 是不是越好 所以我们菩萨五名 是不是有一个 对不对 有一个是这个什么 有一个是内民 还有一个音民 还有一个声民嘛 这个语言能力啊 要不然怎么红传呢 好 那这个呢 大家要知道的 在秦始皇的时候 苏同文 在统一六国 为什么 因为各地的方言很多 除了你是当官员 大家都讲的是何乐为 但是地方有地方的各种语言 因为种族很多嘛 它是慢慢扩充版图 所以呢 在这个官方语言呢 它全部都一样 所以呢 在当官的呢 文书上 就是这个 语言文字是一样 但是各地呢 语言不同 但是文字一定同 所以 你现在如果写一封信 给外省地的人 你那个文字 人家看不懂 第一个就是错别字 第二个就是 你不会写字 就自己造字 这个因为 正是用这么判得到 你把造字 不放你耍 对不对 所以 从秦始皇到现在呢 各个地方都有语言 你看看啊 客家话 也都有字啊 客家话 后面会讲到 客家话是唐朝的语言 唐朝 有同学问我啊 我才上网去查 我听那个广东歌啊 都是唐朝的语言 都是唐朝 所以那个 每个群组 其实都有保留 他们那个时代的语言 好 那我们现在来说呢 汉字呢 每一个字都可以读出三种声语言 才算是这个人是懂语言 那你读不出来自己去乱造字 那是你自己懂啊 别人不懂啊 你写信给别人 人家也看不懂啊 所以随便抓出一个字 像刚刚那个 1234567890 对不对 三种音啊 那个字都一样啊 我们三种音都读了出来 那后面会有几例啊 那你看啊 北京话就是现在所谓的普通话啦 或者我们叫国语啦 那清朝呢 就是满人去讲唐音 唐朝的音 然后唐音呢 就是我们 闽南语叫读音 特色音 那个是唐朝呢 这个吴乱瓦 这个胡人呢 是讲这个 这个汉语呢 跑出来音 招调 腔调 那河洛话呢 就是台语的语音 就是我们语言 我们在讲话 那这汉朝呢 汉人讲汉语 当然就是 本来叫做他们的音 好 那这个各个朝代呢 大概也让他知道 河洛话呢 这汉人汉语 大概西元前 1100年到 到这个 这个唐朝成立 618 这个 河洛话呢 是当官员语言 有1729年 你看久不久 所以每一个字典 里面都是根据 河洛话造出来的 但是后面呢 到后面 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朝代改变科技的问题 好 那后面再讲 你看他历经 西州东州 就是春秋战口 秦汉未尽 都是讲河洛话 很长的 然后唐朝呢 他是胡人讲汉语 胡人五乱法之后的事情 其实呢 我们汉人自己脸上贴金 他们汉人的血统 到底有多少 我是一直打问号 你有听说荒唐吗 荒唐欧人送嘛 人家没人荒唐嘛 他们那个 男女关系很乱 有没有 为什么 那个是胡人的血统嘛 胡人本来就是这样啊 所以你看啊 这个一定有他的原因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你这个遗迪呢 外面的这些遗迪呢 如果入中原 随习中原文化 就把它当成是汉人了 那时候也是有容乃大啦 所以你看这个民主才会一直壮大 现在讲历史还是把它讲出来 好 那他呢 他的朝代呢 你看他流传了当官方语言是有1000多年 从618到1644 就是到明末清朝建立 明朝内亡 那他随唐颂颜 明 那这个呢 刚好都是科级 都是科级 所以他就 后来就跟文字 跟语言都一起推广 那现在北京话 就满人在讲这个唐朝的语调 然后呢 他是从1644年 到现在大概是375年 就这样 也是这样啦 那这样大概就一个传承下来 好 下一个 那这个汉语呢 我们大概去 我们在讲的讲的讲的叫什么 阿嬷的话啦 我小时候呢 我阿嬷跟他讲 我在说我们讲的是什么 他生气讲的不一样 他说没有 我们这叫做合罗话 我说我们是什么人 你说合罗话 我听不懂 我小时候听不懂 我阿嬷缠小脚 他会淫湿 不会作对 会淫湿 淫得很好听 非常好听 缠小脚嘛 走几路来摇摇摆摆 你知道 很漂亮 对不对 我阿嬷很爱死 到过来呢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国小的时候 说我们是闽南人 我们讲的是闽南语 对不对 然后推行国语 你讲闽南语 就要划哪一个牌子给你 挂起来 要收国语 对不对 大家有印象吧 所以到现在呢 又开始又不一样了 说我们现在叫做台语 对不对 这个就一直演变下来 我祖母那一代 他不知道什么叫台湾 什么闽南 他都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是一和乐人 和乐朗 很奇怪哦 那个连带 那你看这几个字呢 来看这两个字现在连着 这个是闻 这个是隐 但是呢 用台语来读都是同一个音 这是闻定嘛 这是闻孤嘛 是不是都是闻 对啊 这是阁 这是阁 北清话我们就不读了 这个是呢 用北清话 这个是公 这个是江 用台语来讲 这是一江 江中嘛 这也是江 当江 是不是都同音 对啊 这个我们现在叫阿 这个叫河 对不对 你看这两个字怎么读 奈河 你都知道他 安哪 要安哪 肉河 我们就说台风 是不是叫风台 对啊 这是安哪 这是安爭 这个都有 每个字都有 好 这个一大早 一大早 台语要怎么说 一头早 以前这个大跟太太太的太 两个是同一个字 一头早 早应去 一太早 早应去一头早 这个好早 才怎么读 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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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阴 没有跑很远 那这个字集 这个怎么读 道传 道传记 加地 字 政治 只要是字都在这地 政治是不是正地 对啊 所以这个是地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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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一啊 加是什么 就是加 对啊 之一 也是加 我 集你 去看电影 我家里 去看电影 对啊 那个集哦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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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同一个音 好 那这个家后 家后 因为皇帝的老婆叫皇后 王的老婆叫做王后 那家 以前家叫做诸侯 诸侯叫做家 老百姓还不算家 所以就家后 好 那这两个字怎么读 大官怎么读 大官 大官 宋朝的皇帝叫做官家 就这两个字 你们家的神主牌 拜拜 神主牌 打开 你们的祖先 一字的 后边加了 一定是加一个官 男生 一定会帮你加一个官 因为他要错 和仪吉祥 生诺别书口 一定要生还是诺 所以他要错字 好 这个 这个大家 大家 这样 对啊 这个都有字 这两个字呢 心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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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满清的时候 西恩心 那个恩就没有了 跟西依习 变习腹 有没有 心腹 食物 吃米 那我们是否 都听他有叫做米价 吉价 有没有 吉价取食 吉价 这个时辰怎么读 西仙是唐朝话 和若为是什么 西尊 你多一个提手榜 是不是正做的正 多一个语字榜 是不是正做的正 西尊就是这两个字 百分之百 好 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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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音是 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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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灶音变成事情 有没有 事情 这个说起来讲 这个宿呢 以前只要是宿 我们在塞车 死车嘛 塞车嘛 对啊 唐朝音就叫宿啊 我们说大宿 你如果说的就是大宿嘛 大使馆嘛 对啊 大宿馆呢 我们现在都说大宿 所以这个死 你看啊 唯塞 变成 带 带子 找一个音器 情呢 七一行情 七一行情 辞情 那个嗯拿掉 什么子 七一子 有没有 这从长音可以推断 这好 触怒 怎么读 不知道 这一子呢 这一子 我们还要戳到嘛 当然戳 我们的色声相会触法 对不对 色香味触法 但是这一子呢 这个 这个如果 跟一个瘦书房 怎么读 读啊 读嘛 所以这一子 对到 不是戳到啊 对到 啊 出怒呢 两个人 对 赌篮 有没有文雅 台语哦 我们的河洛湾 连骂人都骂得很文雅 现在乱诗一通 对不对 怒 怒 对不对 照音器 叫赌篮 好 这个呢 这两个字怎么读 好 然 我们的 人塞 是不是 人 对啊 人塞 就是弄啊 就虎弄 忽然 现在没有办法 网路发达 大家写一些火星文 对不对 以后就变成 都变成 变成正确的 就没办法 我们来举这个例子 我们河洛湾 乳居在位置 对不对 汉语 唐音怎么读 路 骂 在 为地 河洛湾呢 里 骂 地 倒 为 两个道庄 有没有 倒一 那个一就没有了 这边能倒 有没有 每个都有个字啊 这个文理不文理啊 有啊 以前我们当年 你站在哪里 那个经常的啦 所以 每一个 每一个河洛湾都有字 来 那这个呢 公公 北京话都一样 唐音一样 但是 我们家的 工 工 母 有 工 有没有 都有啊 那我们这些工呢 这拿着 找一个音叫做 老公 就是老公啊 有没有 工序 黄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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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都有啊 都有字啊 好 啊 这 母 北京话叫母 啊 唐音叫做 廟 廟 啊 合作叫 母 老母 对不对 母 这边也 也会变成什么 这是老公嘛 这也变老母 祖母 你如果 在《佛经》 《余磕士理论》 这在去年才读到 它翻成 租母底 唐朝都是租母 匟胜就是 杂母 你记得摯磅嘛 指 class 是開競爛 這個在我們宜潔士帝論裡面就有 你去搜尋一下 豬母義 那這個苦 以前苦呢 這邊先給大家 河洛風的音 沒有f的音 沒有f 羨捨音 到唐朝 他都把它弄成f音 這邊來 000叫暴 這個唐音叫做胡 叫做胡條嘛 我們說的波頭嘛 是不是 是波 對 波呢 還有另外一個唐音叫做 波 老波 有沒有 這個都是跑一點跑一點 語言就是因為以前文王很多 所以都會跑掉一點 好 那這個呢 這個豬呢 就豬 這個眼邊變成渣 對不對 渣波 渣波就是很多人啊 一邊對藍人的通稱啊 所以這個胡 胡 胡 這些都是渣波 渣波 好 然後呢 講到這邊呢 東漢的歌文解誌呢 他標準的有邊無邊 無邊獨中間 和肉話一定對 因為那個他那時候的 偶面有六書嘛 就是象形嘛 轉介嘛 什麼 行聲嘛 指示嘛 會議嘛 還有一個什麼 好像六個嘛 好 那 所以這個呢 有邊獨邊 無邊獨中間一定是對的 用我們這個可樂圍 那這個漢字呢 他不是拼音文字 所以各地方方言都可以用 我跑到越南去喔 他們看到漢字用他們越南讀喔 然後呢 你到韓國去有沒有 現在已經改了 以前韓國很多漢字啊 對啊 到日本去 也是啊 他們雜誌 我印象中我以前隨之文好像就叫雜 雜誌嘛 雜誌是雜誌嘛 他們還是讀這個音的喔 好 這個也讓大家知道 所以呢 這個台語呢 和諾話傳承千年呢 大概一千七百多年 那唐朝之前呢 所有的官方語言都是和諾話 每個音都有字 這一定有字 要不然他證明怎麼傳達 那都有字 然後呢 漢字跟漢語 就是和諾話寫在那邊分道還沒有 因為唐宋之後呢 唐語是官話嘛 啊你喔 他是用科技取式 然後這個都是用漢字 已經讀成唐音啦 所以呢 這個影響就非常大了 好 那再加上呢 我們這個俗兒有沒有 都讀漢文 這漢語和諾話跟漢字也討論 因為呢 這個漢水漢蚵啊 來人教的都是漢文跟唐音啊 因為為了考試嘛 所以都已經到 在日期時代都已經教的都是這樣 那古人呢 文盲都居多 他跟字沒有辦法相關 那沒有相關的話 很多人就說和諾話有音無字啦 其實他當了將近一千七百多年的官話 怎麼會沒有字呢 齁 所以大家 台南人很幸運 這三個音都還是保存的很好齁 今天的話回去自己看一看 好 那這個凡語呢 現在反而給佛經來人 因為佛經以東漢到現在 已經一兩 將近兩千年了 你看啊 從凡英 凡語裡面他有巴黎文來對照漢字 很多字可以對照出來 那個朝代講什麼語言 因為凡英他到現在沒有變啊 好 那揪摩羅蛇呢 他是東進的時代 就是五十六國的時代呢 他是講和諾話 等一下我會舉舉例給他 他是講我們台語的語音 跟我們講的都一樣啊 我們進來看著中文落實 都會通 好 那唐玄壯呢 他是唐朝的語言嘛 所以是我們現在的讀音 比如說大學 唐玄嘛 大學嘛 大學嘛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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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 有聽過嗎 對啊 都有啊 好 所以呢 你從這個凡英巴黎文 跟和諾話唐英北京話 對照一下 佛陀 他叫佛達 佛達我們的和諾話叫什麼 佛達 音有沒有接近 最接近 然後到唐朝呢 變成佛達 是不是音又跑掉一點了 然後到北京話現在這樣 佛陀 是不是又越來越遠 所以你要持咒 你看那個咒 是哪一個朝代的 最好用那個朝代的音去讀 放心我們台南人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三種音都會 阿賴耶 阿賴耶他以前呢 他翻這阿賴耶 為什麼這樣翻 因為他說和諾話 離 國際上講到來啊 跟後來唐朝翻譯 賴是不是一樣 對啊 阿但是唐朝這個離呢 他不講到來啊 他講到離啊 離山嘛 離山嘛 有沒有 對啊 所以離去 離開了 離開叫來去 對不對 我們叫做離啊 我們就是說 刀子很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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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重來 離色最多 你放重來 重離嘛 對啊 這以前都聽來聽 現在比較不在說 所以你看這個離呢 和諾話是來 唐音就是離 所以因為已經跑掉了 跟唐語已經不一樣了 所以唐玄狀又把它換成阿賴耶 是不是更接近凡語 他就用這個阿賴耶 是不是跑掉了 所以是有這個原因 所以現在來講這個呢 就可以證明說 玄狀菩薩為什麼要去 天主再起經 因為有時候音域已經跑掉了 他們很難領會到這個 好那我們就看這個唐玄狀呢 他去西域呢 取回來經典來易經呢 那當然他能力那麼強大 都希望他從政啊 他不要 不忘初心 方得始終 他才會有成就 好 那這個玄狀菩薩他的正量很高啊 所以他如果用他的限量來翻譯經典 會不會更準確 他知道啊 他知道怎麼翻譯才正確啊 那他語言能力很強啊 他中文很強啊 在印度辯論人家辯不過他啊 除了理之外 他語言也是很通達 所以他翻譯也沒有問題 所以他的正量高 他翻譯的經典最準確 那最準確的話 對這個正瓦的紅船 會不會有很大的幫助 他會不會有很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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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不會有很大的幫助